哈喽,在这部影片我会介绍Visual Arc 这是一款为Ryno加入灵活并功能的建筑设计软体 我会示范主要功能的概要 Visual Arc是什么 我想总结一下这个程式的三个主要功能 首先Visual Arc提供在Ryno内建立并模型的工具 这表示您可以将任何Ryno集合体转换为具有资讯的物件 用数据对其进行注视 并报告输出数量 再来Visual Arc可以从任何3D模型生成之平面图、立面图和普面图的工具 这些试图可以从模型空间产出2D平面图 或者即时模型模式也能直接以向量输出进行列印 最后Visual Arc提供透过IFC档案格式与其他AEC软体交换Ryno模型的选项 所以我想根据以下三个不同主题 强调Visual Arc关键功能、3D建模、2D平面图以及IFC交换档案 从3D建模功能开始 Visual Arc提供一组参数化可结合并同时具有2D及3D呈现的建筑物件 可透过参数和控制点轻松进行编辑调整 可对尺寸及属性下定义的类型与样式来进行管理 这些物件有自己的参数化特征完全可以自定义 因为它们可以从Grace Harper定义中建立 这些叫做Grace Harper样式 可以在这三个步骤中了解其中工作原理 你有一个Grace Harper定义 其中包含了定义旋转门形状与特征的参数列表 另一方面有不同的几何参数收集此物件的不同部位 再来你可以开启门的样式对话框 用此定义建立新的样式 开启Grace Harper档案 即有一系列已定义的物件及参数列表在Grace Harper档案里 由您决定如何进行编辑 然后该物件即成为样式库中一个新的门 最后在模型中插入该门 并选取在属性面板上调整其参数 在此情况下不需理解Grace Harper知识 但其实背景正在执行Grace Harper 这表示不会用Grace Harper的人 可以使用其他人开发的物件 这样您可以在同一个物件中 拥有多个不同尺寸的参数化物件 完全以同样Grace Harper档案驱动 在Foot for Rhino有一区里面都是Grace Harper建立的Visual Arc物件样式 我们十分鼓励在此社群分享你自己的参数物件 快速简化Rhino内建筑设计过程的主要功能 就是楼层管理器 这个面板能让您建立楼层并在不同高度进行工作 可以显示并隐藏楼层快速切换建筑平面 并将视图与楼层对齐随时可以进行工作或列印 也有一个剖面管理器 以切换不同剖面或使用操作轴来显示模型 这些与Rhino的截平面不同 因为Visual Arc横剖面可以进行拼接 并在3D模型显示剖面属性 还有一些工具将视图与剖面对齐以进行作业及列印 与2D制图相关的一项重要功能是 Visual Arc新加入Rhino的隐藏显示模式 比如说在阴影中显示模型时 本阴影藏起来的所有边缘与结构线都可以被看到 如果使用隐藏显示模式就能在平面图模式中列印模型 剖面视图或直接从3D转向量输出则可以有2D品质的PDF档 应用字件组装按时 您可以从一个特定楼层查看模型 即时以平面模式显示 并输出2D向量图 剖面图也是如此 只要确保使用隐藏显示模式 在图纸设置来设定视图再进行向量输出 用Visual Arc进行2D绘图的另一个方法是利用剖面和平面图物件 这些是加入模型空间的2D图纸 它们与3D模型连接 更改3D模型便即时更新2D视图 任何几合体无论是Visual Arc物件或是Rhino多重曲面还是网格 当被显示在平面视图或剖面视图时 都可以获得剖面属性 比如剖面轮廓的剖面线或线宽 另一个文档的功能是产生数量估算的选项 任何包括区域或Rhino几何图形的物件都可以获得数据 并在Visual Arc表格报告 之后可以会出自Excel 正如之前所提到Visual Arc提供IFC转换器 可在Rhino及其他程式间导入或导出IFC档案 如此一些会出自IFC的建筑物件在读取IFC档案时被辨识为原生物件 反之亦然几何图形中的数据也同样保存在IFC档案 这样就可以将特定IFC类型指定给任何几何图形 在本范例中一个多重曲面被标记为IFC楼板 比如说会出到IFC以后 在Revit及ArchCAD里面就会被辨识为楼板或地板 除了IFC标记外 您可以在物件加上自定讯息 比如制造商、成本、材质或任何其他参数 这个数据将以IFC属性导出至IFC 由于Visual Arc在Rhino之上运作 因此可以在没有形状和设计限制的情况下使用并物件 但这也与Visual Arc如何跟Grace Harper整合有关 我们已经看过Visual Arc如何允许Grace Harper样式建立参数物件 但Visual Arc也跟Grace Harper的Grace Harper电池整合 这让您可以用Grace Harper中的Visual Arc物件及数据进行自动化工作流程 所以基本上一些组件可以建立Visual Arc物件 在这个范例一堵墙需要一条曲线 你可以定义更多选项 比如墙的高度或样式 然后有一些建立新样式的电池 所以对于新的墙样式 我们可以决定层数或每层的厚度 然后还有一些电池是用来解构物件的 这样您可以取得墙壁的路径曲线及对其高度等 以及用电池解构样式 以便取得物件样式的资讯 由于这些电池都存在于Grace Harper环境中 它们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并与其他Grace Harper外挂互动 这是如何在一座塔楼的参数化结构系统 使用Grace Harper定义的梁柱与楼板 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如何只使用几个电池 为一堆被牵引得住 自动进行特定属性值的分配 利用VisualArcGrace Harper的另一个方法 是透过Grace HarperPlayer 只要在Grace HarperPlayer打开 可以生成VisualArc物件的Grace Harper定义 依照指令行的步骤就可以产生参数化的结果 VisualArc的Grace Harper电池 还可以与RhynoInsideRevi一起使用 让您可以将Rhyno和VisualArc 作为Revi的外挂使用 在此范例 VisualArc物件建模的地方 有一个从Revi执行的Rhyno对话 在后台执行的Grace Harper定义 读取这些VisualArc物件所有的讯息 并在Revi中重新生成等效的物件类型及族群 现在我想根据VisualArc不同的用途展示一些用户案例 第一组主要是建筑师 包括用VisualArc进行3D建模的用户 懂得利用VisualArc参数化建筑物件的使用者 可以非常快速的建立3D模型 轻松的应用及更改 还可以快速获得2D绘图 比如克罗艾西亚索林的这座大教堂 这一组则是用VisualArc生成思觉化3D模型的专案 还有执行古迹并专案的建筑师 比如意大利这座灯塔 建筑师需要将点扫描带入并模型 VisualArc用来重点云重新生成3D建筑 建筑师需要把点扫描带入并模型 交付并模型并生成2D平面图 有些人只使用VisualArc生成专案所需的2D平面图 此工作流程同样适用于完全不同类型或规模的专案 比如这个信箱的设计 像这个案例就完全只用Ryno建立几何形状 最后有些用户只使用IFC转换器来与其他程式交换Ryno模型 VisualArc用于汇入IFC并透过检索或指派数据给几何图形 比如IFC类型或属性 使档案变得更加丰富 并持续在Ryno进行设计 最后输出模型回IFC完成并专案 在本简报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VisualArc有关商业及教育两种授权 两者皆是永久的无需维护成本 教育授权的价格较低而且功能齐全 宁可从网站下载90天试用版 我们也有VisualArc API目前正照需求进行扩展 VisualArc有几种语言版本 学起来非常直观 VisualArc网站上有大量学习教材 VisualArc的发展仰赖用户的回馈 所以有任何建议或需求 请别客气与我们联系 希望你们会喜欢使用VisualArc 欢迎订阅